那刚才我们讲完了翡翠的标准和翡翠的鉴别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话题 就是翡翠的作为和作假 这个也很重要 对不对 大家想想 我老王把翡翠造假分为两类 一类叫善造假 一类叫恶造假 他说老王你竟然整这个好玩的 怎么造假还分两类善造假恶造假 没错 你看咱们还拿美女比美欲 你看美女化妆你认为她是造假 哪个美女出门不化妆 化的美美的你是不是也好喜欢 美女减肥你认为她是造假 美女把自己的风腰风臀 细腰风臀给你练出来 大拨弄出来 你作为一个男朋友也好 你作为一个路人欣赏 吃冰淇淋的眼睛吃冰淇淋的人也好 你不认为她是个假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美女是他妈的用美图秀秀 用美拍 用那种AI制图的那种所谓的美拍 明明是个老胡子八扎的老爷们 或者是一个他妈的扔地沟里都没人要的 那么一个邪靶子脸 我都夸一样变成一个美女 这个就叫恶造假 不但欺骗了你的感情 还欺骗了你的智商 我操还欺骗了你的银两 所以这简直是十恶不赦 肥碎也是一样 美玉也是一样 擅造假 我给大家讲 这几样叫擅造假 你都可以理解它 第一 打油 打油 你知道吧 因为这个玉要养 人养玉 其实就是人体的脂肪 油脂在养玉 就是你会 如果你常年戴一个玉的挂件 或者镯子 你会发现越戴它越润 那什么 那就是擅造假的 最简单的擅造假 你的油 你的体脂在不停的滋润它 这就是什么 打油 那你 因为你收藏 你有时候没有时间去带着它 你也可以打橄榄油 或者打一些矿物油 最好是橄榄油 就是咱们吃的那橄榄油 打上之后 润润的 这就叫擅造假 这个就不算造假了 也不伤玉 不伤的 第二种擅造假 是打蜡 没听错 你在所有的店里买到的翡翠 出厂之前都会打蜡 这个打蜡 就是 其实 龟博士汽车 那个外蜡 那是一样的 就是那种蜡 给它打完了之后 一抛光 亮亮 这也叫擅造假 但是如果你要是想去 保时鉴定中心 去鉴定这块翡翠的成色 和打分的话 它必须把你这蜡给洗掉 如果不洗掉的话 它是不给你鉴定了 所以它也可以给它 归为化妆一类 第二种 第三种 就是这两种 大家好理解 第三种 大家也不好理解了 擅造假 什么擅造假 我会给大家贴一些照片 就是你看 这个擅造假 第三种 就出现在挂件上 挂件 挂件 尤其是项链 它有一个漂亮的金属框 一般都像是碎钻 金香玉 然后 如果没有擅造假 底面这边 你看它只是 估它一下 只是相当于一个矿 镜框 一样 估它 如果这边是死的 这边是用金属 整个是一个小排排 整个给它封死的 这就是第三种 擅造假 什么意思呢 它封死的那边是什么 那边是镜子 是一个反射率特别高的 一个金属的镜子 大家可以理解 这边衬一个镜子 你是不是就觉得它亮 你灯或者光 渗过去之后 打到它透不过去 它又反回来了 就增加它的亮度 这也属于擅造假 本来水和种不行的 电上这么一个 那你说 弟兄们 你发散思维 你在后边放一个小LED 发光面板 更亮了 水种立刻提升 水头提升一个数量级 对不对 对就是第三种擅造假 这种注意的人很少 只有玩珠宝的内行才知道 真正不需要造假的 就是两面都通透的 这就是翡翠的三种制假方法 那么恶造假是什么 恶造假就是十恶不赦了 恶造假就是纯是骗子了 恶造假有这么几大类 第一类就是 把翡翠中的 夹生的翡翠 人工给它做熟了 就是替大自然做完 怎么做呢 就是把这个没有长特别好的 肿不好的翡翠 夹生的嘛 它先放到酸液里边 把它溶解掉 把它矿物质的部分溶解掉 这样的话 它就会变得很疏松 然后注入什么呢 注入经过染色的epoxy胶 就是环氧树脂 注进去以后呢 等它干掉以后再打磨 这就叫B货 看起来呢 就跟那个A货一样 水也好 种也好 那当然水好了 因为它是树枝打进去了 换句话说 它是环氧树枝进去了 它根本不是翡翠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俗称的B货 C货 这种恶造假 这种恶造假 就是太可恶了 还有一种恶造假 还有一种恶造假 就是我今天带的 你看这个是不是 老坑水种 老坑玻璃种 满绿阳绿 这个几千人民币 为什么 这个叫玉随 这个叫绿玉随 玉随 往往半生在翡翠矿附近 而玉随遍布地球 玉随是什么呢 我一说化学分子室里面就知道 SIO2 I小写 二氧化硅 没错 就是沙子 也就是说石鹰 它跟沙子的成分是一样的 玉随的核心组分 化学组分是石鹰 就是沙子 它在地球上到处都是 嗯 伴随在翡翠矿 比如说缅甸就有玉随 印度也有 斯里兰卡也有 俄罗斯 加拿大 美国 古巴 巴西 呃 大量的地球上的这些 都有玉随矿 而玉随矿呢 有绿色的 有粉色的 有黄色的 有红色的 也就是说 还有每一次无色的 无色的特别像冰种翡翠 那绿色就特别像 老坑水中 呃 老坑买杨绿的水中翡翠了 所以 呃 外行人 看不出来 我一点都不吹牛逼 就是我如果不说话 我带着这个 或者 我让我老婆带这个话 因为你们考虑到老王有钱 所以你们就不敢说这是假的 因为玉随 和翡翠的区别 即使内行人 也要磕一下 才能听出来 玉随相撞 会发出玻璃相撞的声音 两个玻璃球 你撞过吧 小时候都玩过 当然 那是二氧化龟相撞的 就是石鹰相撞的声音 而翡翠相撞 当然 当然 它是有翠声的 是中庆之声 因为它是玉嘛 玉类的 那么再一个区别方法的 鉴别方法 比较简单的 就是密度 密度量 两者之间差差不多一倍 就是翡翠更沉 但是作为这么一个小东西 又是挂件的话 我不相信 五克和七克 你能颠得出来 你肯定颠不出来 五克十克 你也颠不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 非常恶的造假 因为它的价格差太多了 而品质又是 那个是百万千万级 这个是千级 那中间差一万倍 所以这个就是翡翠的造假 这个我也剪完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么最后 最后就讲讲翡翠的金融化努力 和我们中国人公败垂成在哪里 就像老王讲的 真正值钱的翡翠 真正值钱的翡翠 就在缅甸密支那 那么其实我们通过中国的军事力量 完全是可以控制住的 也就是从源头把控 是完全可以控制住的 委内瑞拉也不是一个 很有节操的国家 我相信通过海外军事行动 也可以准军事行动 也可以控制它的源头 因为瑞拉非常小 这应该是一个国家行为的 为什么 你听我讲 因为翡翠对于金融稳定 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它甚至能取代钻石和黄金 在世界的金融市场取得重要的地位 而它是完全由中国人 有话语权和定价权的 为什么 因为你完全可以把它金融化之后 你完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 上帝制造的货币 而这种上帝制造的货币的印刷权 在你手里 那你想想你厉不厉害 那不就跟美国二战之后 拿住黄金之后 美元一飞冲天是一样的 那这个东西在源头在中国人手里 鉴定和信心又在中国人手里 那么翡翠如果这种盘 在中国势力的控制下的话 那翡翠往上涨到多高都可以 为什么 就是我那个金融理论 明白吧 只要是牛市 每一个人都赚到钱 没有人赔钱 不用担心往上炒 为什么 没有人砸盘 谁敢砸盘 我全吃 为什么 因为你把它理解成另一种货币 我只要人民币是可以 我印刷的 这种货币 我也能够在源头把持 那我就能够自由定价 它的 价格 这就是我当时跟耿志远讲的 翡翠银行的理念 我说必须建立 缅北的翡翠银行 这才能够真正在中国 在逐鹿世界金融市场的时候 拿到一块 自己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估计他们也听不懂 当时 作为关键事 我就一带而过了 我就不细讲了 那么 这是真正值钱的东西 不讲了 翡翠银行的概念 翡翠中央银行的概念 那么当时 柯杰 就是国家御事鉴定中心的 副主任柯杰 带队做翡翠的标准化 我也积极参与 我作为金融专家 荣幸受邀参与 只有我一个搞金融的 因为柯老板当时 因为那时候是200几年 2010年之前 那时候柯老板 他的顶头上司 就是张贝丽 张公 温总 当时是总理 温体制 所以 实际上是准国家行为 我跟他们忙活了半年 快一年 后来 地匡部 保育师研究中心 国检中心 推出来 讨论意见稿之后 我就 我自愿退出这个专家组 为什么 这么厚 这么厚 翡翠中国国家标准 这么厚 我说 我要退出 他说为什么 我说你这个标准太复杂了 因为你们都是搞地矿的 你们不是搞金融的 你们不是搞经济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把你们学会的东西 全他们写进去 你们弄成了黄叶本 这他们哪个老百姓能看得懂 必须给我弄到像钻石那么四个C的标准 翡翠5C就够了 也就是说 我跟柯老板讲 我说一张A4纸 最大的字号 一张A4纸 一个中专生毕业 初中生毕业的桂园小姐 能看懂 学会 讲给顾客 这个才是翡翠的国家标准 一张纸 明白吧 你看看人家 戴比尔斯英美集团做的 4C标准的钻石证书 那个标准 那他们是不是薄薄的 一两页纸 这个才有市场推广的价值 你必须让每个老百姓能学会 你不能是不上 中国地质大学的博士生 你都看不懂 那你这个叫什么国家标准 那就是没有国家标准 所以不出其外意外的话 那应该是目前还没有推出 翡翠国家标准吧 你想那都十多年以前 快二十年了 这么厚 应该十五年以前了 那到现在也 没按我的说 就是真正的专家 是我这样的人 杀伐出来的 我让你那么改枪改炮 你就那么改 因为我是打仗的 你们其妈一个一个的 都是他们的学究 你们弄出来那个枪炮 能好用才怪 那打仗不就是一败涂地吗 操你跟老美跟犹太人玩金融战 你就你们这帮书 他还玩你妈呀 你被玩 操你妈都被玩了 所以翡翠国家标准呢 就失败流产 那么作为翡翠的标准来说的 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这本书呢 你看完了之后 你就基本上完全不用再看任何东西 叫邱梅翡翠 这个作者叫欧阳邱梅 邱梅大概40多岁 50岁的时候写的 他现在已经很老了 他已经快70岁了 70多了可能 他在50岁的时候 是他最明白的时候 这个老太太现在也有点糊涂了 所以他50岁 他风华正茂的时候 他最牛逼的时候 写了这么一本书 他就这一本书值得看 他叫欧阳 他姓欧阳 香港人叫邱梅 邱天的邱也没得没 这本书叫 邱梅翡翠 在中国都能买得着 今天我又给大家带一个货 邱梅翡翠看完 翡翠专家 但是 你很可能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因为即使在邱梅翡翠这样的 香港这样的 因为欧阳邱梅 也是中国地理大学毕业的 所以他又写后了 他又写后了 本来他妈的五页纸写的东西 他写了他妈大概150页 所以看睡着了很正常 不想看睡着 看老王 老王这一期视频 值得你们反复观看 反复观看 尤其是你们在接触翡翠之前 你们看看翡翠的鉴定方法 翡翠的城况理论 翡翠的造假方法 在地球上分布 以及翡翠目前的洼地在哪 我都讲了 其实我已经都讲清楚了 然后包括翡翠的金融化卡在哪 卡在这就造成了我们最后的结果 就是我们无法对翡翠进行投资 老百姓不让你投资 为什么 没有完成标准化金融化你没法投资 很简单一句话跟你说清楚 你已经买了一个翡翠你卖给谁 就说翡翠去年涨了50% 没错那是卖翡翠的涨了50% 你去典当行回购的时候 你看典当行是不是给你打一折 你100万买的翡翠 典当行能给你10万人民币 那个典当行老板真的就是这个 有良心的 没错给你压到个8万5万 都是有可能的 你可别看那个卖价涨了50% 那是涨得快跟你没关系 你一旦买了你就被套住了 为什么 你们知道翡翠的利润率吗 老王开一鹤黄金店的时候 是有翡翠鬼台 我包给福建老 多说一句 做翡翠的平州 结阳两个据点 哪是平州哪是家 自己百度扩展阅读去 你要真想买翡翠 真想买 你有钱 比如像你像夏合小哥这样 有钱没地方花 你觉得今年我要配500万人民币的翡翠 你去平州去结阳 直接去他厂里边 那是打磨加工的工厂 全世界都在这两个地方 磨 什么雕都在那 那你从那买的 那肯定是最便宜的呀 那些老板拿到这个货之后 去我们的金店里边 包括什么周大福 包括什么七彩云南 寄卖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寄卖 有的时候店里边压货买 就是不给钱的 不给钱的 这个拿过来之后卖 卖完了之后 半年一结账 三个月一结账的 压货卖的 这是规矩 你知道这个翡翠要多少花 25倍 弟兄们你没听错 2万进的货 50万标价的 然后市长打电话 50万给他市长小姨子 个大面子 给你打个大折了 25万对折 小姨子高兴买走了 他妈进价是2万 这就是翡翠的水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典当行老板 不给你100万了 因为典当行老板懂这些东西 他是不告诉你的 所以他也给你2万 为什么 因为进货就是2万 那涨一倍就是4万 那还是高了25倍 你100万买的 所以好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翡翠的干货 再见 点赞 不点赞 不订阅 不小铃铛 不评论 良心何在 raw 比较 不自然 不自然 看帐 救兎 这些人 救兎 ë 不君 这些 folks rol